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日前公布整体OEM半导体设备预测年终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销售总额将达1000亿美元, 较2022年减少6.1%,但在前段及后段制程推动下,SEMI也预估半导体制造设备销售预期于2024年回升,并在2025年创下1240亿美元新高。 依市场来看,中国、台湾和韩国至2025年仍将稳居设备支出的前三位。 2023年,对中国市场设备出货量渴望超越300亿美元,使中国市场在设备支出稳居守卫,并持续拉大与其他市场差距,但中国市场较高的机器也将使得2024年反而呈现略微下滑的表现。 SEMI全球行销长,即台湾区总裁曹世伦表示,半导体设备市场历经多年历史性荣景,2023年出现循环性调整。 2024年,市场渴望回温,预估2025年,受惠于新晶圆厂成立、产能扩张,以及先进技术和解决方案需求看涨的立即下,将迎来强劲反弹,带动前段和后段制程设备需求成长。 SEMI强调,含晶圆制程、晶圆厂设施和光照设备在内的,半导体前段设备销售额继去年达成940亿美元新高后,今年销售预估将达906亿美元,年减3.7%,但优于先前预期。 此外,SEMI也预估,2024年,晶圆厂设备销售额预估,仅小幅成长3%,2025年,随着新晶圆厂建成运转、产能扩张和技术升级带动,需求成长加速。 全年对于半导体前段设备的投资金额,预估将近1100亿美元,成长18%, 半导体后端制成设备,包括测试、组装及封装设备,受到经济成长放缓,以及半导体需求疲软影响。 2022年起,下行走势一路延续至今。 2023年测试设备销售额预估将出现15.9%的减幅,降至63亿美元,组装及封装设备未见好转, 预估出货金额缩减31%,更将降至40亿美元。 与此同时,半导体价格的持续下跌和汽车出口增长率的下降,导致韩国企业第三季度的增长和盈利指标出现恶化。 韩国银行12月中旬发表的第三季度企业经营分析显示,第三季度的外部监察对象企业中,制造业为11604家,非制造业为11358家, 共22962家企业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2%。 在制造业,6.8%的销售降幅与第二季度的6.9%相当, 非制造业销售增长率从第二季度的负0.7%扩大到第三季度的负3.1%。 韩国银行指出,第三季度,所有被调查企业的营业利润率占销售额的比例为4.0%, 与去年同期4.8%相比有所下降。 从行业看,制造业的营业利润率从去年第三季度的5.4%下降到今年第三季度的4%,下降了1.4个百分点。 相反的,非制造业则有4.0%,微升至4.1%。 另外,从金融稳定指标来看,第三季度被调查的所有企业的负债率为90.2%, 低于第二季度的90.8%,对借贷资金的依赖也从26%,略微改善到25.9%。 在此背景之下,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日紧急出访荷兰, 其竟然成为第一位参观荷兰ASML捷径时的外国国家元首。 他强调了两国之间的技术联盟,两国都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中流砥柱。 根据韩国总统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尹锡悦是与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一起访问了ASML总部, 参观了下一代集子外EUV曝光机的生产情况。 陪同尹锡悦出访的,还有韩国晶片制造商三星和SK海力士公司组成的代表团。 两者都是ASML的主要客户,而韩国则是ASML销售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市场。 三星电子和ASML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共同投资约1兆韩元折合7.62亿美元, 在韩国建立晶片研究机构,开发尖端半导体加工技术。 总部位于Weldhaven的ASML正在经历领导层过渡。 现任CEO Peter Wenning计划于明年4月退休。 其继任者Christophe Foucault是ASML公司15年的资深人士, 目前担任首席商务官。 韩国晶片制造商依靠ASML生产的EUV曝光机设备来制造 比竞争对手更快、更高效的晶片。 与此同时,ASML最先进的设备已被禁止出口到中国。 自去年上任以来,尹熙悦一直寻求加强与美国等国家的技术联系。 他还呼吁韩国加大力度在本国建立科技集群, 以精炼和生产从半导体到电动汽车等尖端产品, 以缓冲日益加剧地主导全球技术的竞争。 尽管半导体紧急杂音未完全解除, 全球先进制成竞赛仍打得火热, 精元代工龙头台积电新一代的2奈米制成布局持续进行中。 据集邦咨询报道, 台积电正在积极推进2奈米工艺节点。 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长王永壮12月中旬宣布, 竹科宝山一期已建设完成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今年启用。 而宝山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设过程中, 同时推进台积电2奈米工艺一厂和二厂, 建成之后将成为台积电的第一家2奈米工艺生产基地。 目前各项建设工作进展顺利, 首部机台预期将于2024年4月进厂。 而高雄厂在正式完成组织编制后, 近期也通知设备商自2025年第三季开始设备进厂, 同年底是运行Pilot Run, 目标2026年量产。 业界消息指出, 台积电新竹宝山厂2奈米初期产能约3万片, 2025年量产后的次年, 高雄厂将导入采用背面供电技术的2奈米加强板N2P制程, 初期月产能也是约3万片。 根据台积电子检法说会上透露的信息显示, 台积电在N2研发出背面配电线路, Backside Power Wheel解决方案, 其第二代的2奈米制程将导入。 此设计最适于高效能运算HPC相关应用。 在基线技术之上, 背面线路将使速度提升10%至12%, 逻辑密度提升10%至15%。 台积电目标是在2025年下半年, 向客户推出背面配电线路, 并于2026年量产。 至于最前沿的技术, 台积电在I-EE国际电子器件会以IEDM的逻辑的未来小组上透露, 台积电1.4奈米级制造技术的开发进展顺利进行, 并命名为A14。 据半导体设备供应链人士研判, 未来台积电1.4奈米晶圆厂, 落户高雄几率高, 但离正式量产时间还很久远, 中间是否会有其他如地缘、 经济及建厂环境等变数, 仍有待观察。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